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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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到了年底的時候呢 在公司上班的人就會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調障 自己的薪水了 可是又不知道 如何跟老闆開口 有的人奮勇一下老闆開口之後 常常會遭遇到冷嘲熱諷就是... 你今年表現這樣還敢加薪啊 對 或者有的老闆就會說 是要加薪 可是不是加你的 是加你旁邊那個人 因為比起來你的表現 就沒有旁邊那個人好 所以抱著同樣的心情呢 康熙來今天 就是要做這麼賤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幫明星加薪水 我們不知道要幫誰加 所以我們決定讓明星們 自己來決定 歡迎十二位明星 你們好 歡迎十二位明星 十二位明星 在今天的肉博戰之後 其中有一位 將來上康熙的時候 每一次來都增加比現在 多10%的薪水 十二位明星 平常是一位睡外 跟我們吵好久 十二個人當中有一位 或者出於我們意料之外 有平分的兩位 得到這樣的待遇的話 剩下的十位或者是十一位 薪水並不會被扣 所以沒有人會受傷害 所以各位今天坐在這邊呢 唯一會受傷害只有你的尊嚴而已 還好還好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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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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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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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錢比較重要 請問一下 如果說真的加薪了之後 會不會再也不發我們通告 對 你抓到我們的那個名字 對 那我們乾脆說 第一名會加十倍 然後再也不找他來就好 不是 你一定要講說呢 第一名是加10%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可以來幾個通告 沒有講嗎 好厲害喔 要求保證堂 我們決定要保證堂 S姐的 就20個... 如果今天被選出來的那位冠軍 除了他每次來康熙的薪水 會比現在的薪水價10%之外 2015年他至少來十次 謝謝 然後還算白紙黑之十的 對... 我們都出去 我們有錄影純正不用擔心 對不對 我怕再次會壞掉 不會...不是 我們相信他說答案 我們要向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比賽的性質 因為十二位當中有一些人 他們說他們已經不太上節目了 所以他們今天來等於是抱著 就算輸了也沒有關係 有這種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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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那個人就坐在妳旁邊 我旁邊是他嘛 你看 肯拿 NO... 他現在什麼都沒有 就剩下錢嘛 不是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人是重職不重量 其實現在妳是光頭 不是妳出家嗎 我是自己負責 對觀眾也負責 如果這個話題不適合 我不會硬上 這樣你們大家都硬上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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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上 我們要上 我們要同意 我們才會上啊 對啊 人家運上 就是這個 幾位 把這位拖出去 我先核對一下事情 就是呢 在座 我們是不是覺得 電視圈有個規矩 手上有自己在主持節目的人 就不太上別人的節目 他曝光力 對 曝光力 所以心情是覺得自己地位 已經不需要去當來賓了對不對 不是 因為那個曝光力 對他主持的節目來講 就不是那麼好 譬如說我已經每天看到他 你又去再上其他節目的話 就變得很奇怪 請問小鐘現在喜歡他 主持幾個節目 四個節目 那你不應該再來囉 沒有 最主要 我現在專門是挑節目 就是我覺得是優質的節目 然後收視率高的節目 四個節目 是上的那些節目 沒有優質的喔 還有那個明日之星跟瓜哥的 還有愛玩客 還有那個客家人有名堂 還有鐘聲祥 為什麼會想要 好奇異的 音哥 好奇異的節目 你會拍的啦 所以他會說是葬禮的嗎 不是 鐘聲祥你怎麼 上課鐘聲祥我就叫你 我以為是介紹葬禮的節目 那兩個是客家台的節目 有兩個隱藏版的節目耶 客家台的 你是不是還在宣傳你的專輯啊 我專輯是會一整... 會宣傳六年啊 會宣傳六年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這個歌 因為我覺得臉書上 好像你還是在提你的歌對不對 對 而且是新的喔 新去拍的MV喔 你還在拍MV 所以是有賺錢 才能一直拍MV耶 沒賺錢 但是我覺得那些歌 一直存錢一直拍啦 對 錢存到哪裡 拍到哪裡 漂亮 因為我最近又存了一補 我給我錢拍了 你這個叫玉獸耳密嘛 就跟蔡玉獸服服一樣 該到哪裡就潛覆到哪裡 對 我跟買靈骨塔的意思是 類似... 對 所以男生當中呢 小鐘哥應該是手上主持的節目 最多的時候 對... 四個節目在主持 還願意來擔任別的節目的來賓 就是他是有事無恐 所以今天就算你們把他淘汰 他也覺得沒所謂 就是他... 他沒在考慮 也沒有啦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都淘汰他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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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之前... 全你啦 對啊 所以男生當中 最有事無恐的是小鐘 女生當中最有事無恐的是才華 他跟九令他們是同級的天后 天后 對 妳跨年又要當壓軸嗎 不是 手錄一跨年 我要去印度 參加祈願大法會 妳竟然願意放棄跨年的活動 所以妳要去印度組織跨年 這樣 好厲害 運動的跨年 我的天啊 妳吹掉了跨年的工作 我前年也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碰到了王菲 趙薇跟那個... 關志玲 妳現在是在說妳跟他們是朋友嗎 對 我們有一起拍照 他們應該跟很多影迷拍照吧 對...然後我就叫... 我看到王菲的時候 我就叫寬姐 我馬上微信給寬姐 快點 對 我看到王菲 妳可不可以跟她講說 我可以跟她拍照嗎 妳是去修佛的 還是去會明星的 對 我剛好看到她 妳不會才有把妳的專輯 送給他們吧 應該有 王菲回去聽到Bobby做個感想 沒有看過 我最近有出一張佛教音樂 對 就是全部捐給慈善團結 我都沒有賣 所以妳現在真的很少上節目了嗎 我真的比較少 因為從Bobby之後 我就開始慢慢少上節目了 因為我有偶像包袱 是嗎 妳有包袱嗎 我今天已經跟你同時 上了三個節目了 從剛剛跟她一直上節目 到現在 妳待會兒不會 還是要去援領主持選舉吧 不會 不會 你看... 對 我主持三場選舉的兩場是她 妳幹嘛故意來場 沒有話服裝我們啊 沒有...我是... 因為我自從出專輯之後 她是挑錢多的去上的 她是高鐵天空嗎 她一個禮拜會PO大概四五次 她在高鐵上面 妳是真的是... 就主持節目 還是只是假裝坐高鐵 還是妳想要主持高鐵的位置 我還想開高鐵咧 請問妳覺得 妳什麼話題不適合聊啊 比較房市 比較私密的東西 我以前講太多了 真的嗎 以前妳都是帶老公一起聊 是 因為以前... 她以前已經聊過了 對... 可能是聊到沒有就不能聊了 不好意思 而且我們錄影的時候 有床在床上掉耶 但是我聽到的好像不是這樣子喔 我聽到很多這個製作單位的人 跟我講說 彩华姐發過Bobby之後 整個價錢調高之後 我們想要發她都很難 對 因為這個價錢的問題 所以吃不消了 是已經沒辦法吃... 因為甚至他們那個... 又會賺掉四個通告費 亂講... 亂講 真的很好 好想請彩华姐 可是竟然吃不下來那個錢 沒有 要看什麼樣的節目 沒有... 那就是因為有稍微調整一點 因為我們有開始就是 注重自己的 因為我也是靠臉吃飯的啊 所以你就會注重自己的做 報告 就稍微調整一點點 要選話題 我剛才跟大家報告 這兩位天后跟天王 就是提醒你們就是 他們反而不在乎被傷害 所以你們想傷害就傷害他們就好了 沒有...那因為也比較嗎 不... OK啦 那因為最近一直在拍電影 所以就有比較忙一點點 妳是不是很希望 我們問妳拍什麼電影 我們沒有要問 妳是... 妳是... 所以除了天王跟天后 不怕被大家傷害之外 有的人去抱著他們覺得 反而在康熙 是不可能不被傷害的心情 像潘若迪覺得 妳在康熙參加排行榜 一定是倒楣的是不是 我跟你講 反正只要來參加調查局 你就尊嚴就丟到地上了 連肌肉都被羞辱了對不對 對 沒有什麼 現在還有什麼還能幹什麼呢 就這樣子 來吧... 你上次肌肉那一次輸掉還好嗎 你知道那個日子後來發現 從彩色變黑暗的那種 可是聽說有很多人送給你吃的 對 連走在路上的 然後我去做活動的 都會跑到你前面來 老師 你知道我心裡面 絕對不會是第七 第八名 提到那個字 不是 我現在對七跟八這兩個字 我就很厭惡 你知道他對... 他對於這件事情超個癮的 然後他把這件事情 整個帶到課堂上面 我在邊跳的時候 他隨著歌曲 然後用Rap的方式 在抱怨這整段事情 對 沒成Rap 對 他就在抱怨整段事情 然後你就會乍聽之下想說 他到底在念什麼 然後就聽到最後一個 什麼上康熙第八名 他能怎樣... 然後呢 他逢人就會拿手機 你看我那天上康熙第八名 他有錄下那一段 因為他肌肉算是他的生存之道喔 就是... 可是學員有變少嗎 沒有 但是臉看他都在笑 好笑 王彩花成為國際巨星 英文名字的笑翻眾人 我... CNN主播叫妳彩花嗎 我的英文名字是... Roters 妳是不是好笑嗎 Roters... 對 蓮花王 對 他們這樣... 可是你知道 別人不知道都以為當真啊 他們都以為當真啊 不過還好 漢哥您最後的那一句話 我真的是 我說什麼 你說第七名不差第一名 第七名的身材不輸給第一名 我說這個 對 沒有VCR 沒有 那一段... 他應該是因為當時他臉色太難看 對啊 畢竟他是出貨說話知道的人耶 他都會變成好看 你需要再補一槍嗎 萬一...萬一那些小朋友 又去練了肌肉 還要再來比你還來嗎 我啊 有通告費幹嘛不來的 他應該會來吧 他現在毛起來在練耶 我沒有... 我先跟你講 毛起來在練的是郭彥均 他說他一定要血池 在年底之後一定要血池 我是因為平常就是工作就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什麼特別 對 我覺得我還OK 那只是我現在發現了很多人在 而且我跟你講 小鐘現在不得了 他現在不得了 你要看他的Facebook就知道 我的肌肉是真的不得了 他隨時都已經開始已經... 你好像變瘦了 對 他變瘦了 他身體也許有肌肉 可是他臉是不是有點太多 對啊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肌肉啦 真的 你看一下他那一張 他瘦太多了 你都有本人了 你幹嘛搭照片啊 他那手機拿得好就好 真的耶 很壯耶 真的嗎 線條明顯 為什麼要看手機 你看線條明顯 真的有 他現在已經做到 看起來是很瘦 不行 因為我打算就是 看起來很瘦 對 你現在本人有這個身體嗎 就是...這我前天拍的啊 你有找到金主了嗎 金主啊 你現在當自己出錢啦 剛剛那張... 剛剛那張趴露肌肉的照片 很像健身比賽 常青組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 沒有... 就有一種... 愛用的辦法... 有一種很... 很悲重的感覺就是 臉是老的這樣 身體很結實 沒關係 我起碼... 我起碼身體還是壯的 是... 兩熊啦 兩熊啊 類似 沒關係 所以你的臉是髮的 肌肉是結實的 結實的 臉真的凹喔 他一定必須要下次在康熙 親自展示 不然在電腦上 人家都以為他接上飛 但是你們看到是這麼 是有在練吧 對不對 沒有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問的是呢 在座十二位明星 你們...第一個 你們知道彼此的價錢嗎 不知道... 有幾個啦 我大概知道克帆Nono 還有彩華姐 還有秀惠姐 請問知道的管道是什麼 就是我們一樣多 他們很亂多 怎麼會一樣的 是節目方的人會忍不住 告訴你們說 不會 你自己打聽了是不是 因為我們大概同一起 調到差不多一樣 就是調到一樣的 就還有比方說 錄完影的時候 大家才簽收 通話啦 你多少... 好 跟我一樣耶 因為通告費 因為我們現在通告費 有分等級嘛 緊繃就是到那個地方 然後嚇... 嚇我不知道可以嚇到多低啊 因為有一集啊 我們就是有一個友台的節目 我啊 小鐘哥 沈玉琳 我們三個 然後還有小甜點之類的 對...然後我這樣 小鐘哥那一天就 天啊 才花錢 今天他們的製作費 可能超出預算了 對 那一集可是收視率很好 等於你們到現場去一瞄 這個組合就知道 今天花掉了多少錢 像今天... 像今天也超貴 今天就很貴囉 但今天好險盤 對 像前盤啊 幫你... 超容易 你賠償一下 賠償... 就是今天你賠償賠償 賠償賠償 還好... 不是... 請問... 你是誰啊 陳醫生啊 陳醫生 陳醫去嗎 不是 不是... 跟KID同一個團體的嗎 我上次在高鐵站 還跟你自我介紹一番耶 你忘記了 他那小時候不是好有... 好有禮貌的年輕人 對啊 我說這個年輕人 爸媽教得好啊 我現在都不知道 你現在只有王菲 看到你的心情 就是同樣的心情 沒有啊 而且有的人基本上來這節目 他知道你 不可能 王菲知道你 他有叫得出我的名字嗎 他國策信耶 我...美國CUNN的主播都叫... 都知道我耶 心情人主播叫你彩花嗎 我的英文名字是 R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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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錄後秀嗎 Rotus What 蓮花王 你應該要加個Paper Paper Lotus 紫蓮花 你幹嘛 Rotus 你幹嘛叫做Lotus啊 沒有...我還沒有出Bobby 之前我有... 我有...因為我是那個 然後我們有一個法號 然後呢 我的法號叫做 Kuncho Beima Beima的意思就是蓮花 所以呢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我就說那好 那我就叫蓮花 然後蓮花呢 後來大家...我就說我叫Lotus... 來介紹一下我朋友 雖然有人會... 雖然有人會... R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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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雅瑞斯啊 對... 你說CNN的主播 訪問你的時候 稱你為Mr.Lotus 沒有...我沒有說他訪問我 我只是說 他在報導台灣的一個藝人 對... 那個主播講完 這個名字是有笑場嗎 Lotus說... 沒有...他就是這樣子 你是不是真的轉過臉去 是想不起Eason的臉來 我真的不... 所以他現在跟你親自自我介紹之後 你還是沒有任何他的印象嗎 他的臉 他整個沒有記憶點 就是... 可是他跟KID 你會分不清楚 KID 那你認識KID嗎 KID 所以我選的這些東西 我哪兒是想的是KID 剛剛韋汝才跟我講說 不是啦 秀薇姐 你想錯了 不是那個 是Eason Eason不是那個小名的那個嗎 小一個團體的啦 你們兩個團體搞混啊 對啊 我現在還知道是他... 沒有 不一樣 那跟小甜甜很好的是哪一個 Eason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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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甜甜 是我啦 秀薇姐 你真的搞錯了 小甜甜愛的是KID啊 KID啊 KID啦 小甜甜是誰說想染痴 對... 對... 好 染紅耶 好 所以請問班傑是你們 轉過臉去也記得 他的臉長什麼樣子的嗎 沒有 班傑會記得 班傑記得 因為她每一隻帥 我知道她是關節 不是 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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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傑不是小 因為她長得就是 有一種混血嘛 然後這種混血就是很特別 而且是亮點... 對 很有記憶點 很會打臉 所以琪媽臉是帥的 而且她說話的聲音 很容易認得出來耶 對 而且她取那個美國名字 人就不像美國人 取什麼美國名字啦 因為她記憶不夠 然後你一定要就... 那你這半年多嘛 那是不是在演藝圈的時間久了 是比較知道 別人的薪水是多少 一定的... 久或多或少 所以從來沒有發現過 你們幾位前輩 認為這小子應該是非常便宜 結果聽說之後嚇到說 天啊 她竟然那麼高妳 有 瑤瑤 我哪有 我還好嗎 黃潮溪很高嗎 有一次她出外景 我說妳拿多少錢 她報了一個價給我說 嚇一跳 我才多妳三千 她說她調醬調得滿快 沒有調 我真的不要調 妳一開始有那麼貴嗎 妳不要這樣講 人家有青春的肉配耶 沒有啊 沒有嘛 黃潮溪是不便宜喔 妳比小優高嗎 高喔 她比我高很多 沒有啊 妳們是同期生吧 沒有...她比我早很多 可是對我們來說 妳們是早期的 可是她比我早很多 可是她比我早很多 開社會就有啦 可是差不多耶 因為對我來講 妳們是同期的耶 年紀什麼差不多吧 當然就... 我覺得瑋茹是妳們的前輩 前輩 有嗎 我跟妳開社會 差不多同時啊 妳幹久啦 沒有 我很年輕 OK 妳那個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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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瑋茹好像... 康熙剛開播的時候妳就... 對 可是那時候我跟大雅 有大雅就有他了啊 我們也開... 妳們也開始了嗎 我們好像比妳們早耶 是不是 康熙都十年了 真的假的 黑社會比康熙早嗎 那黑社會是一群嘛 我記得黑人有帶他們 一起來上節目耶 很早的時候 對 那時候我也有來咧 所以那時候小優還沒出道嗎 還沒 因為我們大學生 大概七年 所以我大概是七年 那妳們黑社會 跟大學生是拿多少錢啊 妳不是說那時候嗎 那時候很少啦 那時候超少 真的很少 吃個便當而已吧 OK 所以... 那時候會解釋 跟白光同時期嗎 對 同學... 對啦 同學是劉民族 不是啦 對啊 妳剛才跟我講的啊 顧基隆沒有說她的 不是啦 我是誰啦 我是中和友 直到的阿信啦 阿信跟廖天丁 不是啦 我是跟廖俊啦 就跟廖天丁啦 去搶國籍啦 這是誰啦 她其實不是楊秀慧 她是楊慧民啦 是楊慧民啦 搶毛跟秀慧誰是前輩啊 憲慧姐啦 有一點小孩子就出來了 真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們一起在跑 那個歌廳秀 餐廳秀 我們就在一起了啦 可是楊秀慧妳有誰 楊秀慧妳是不是搞不太清楚 大家的酬勞是多少 我從來不會去過問人家 說實話 我也不知道耶 所以妳也不知道 妳自己在大家的裡面 酬勞的排行高低 我真的不知道 OK 我是大概知道 我只要說每次錄完影 妳一張沒有缺我 那我就安慰了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妳們的酬勞有逐年調帳嗎 沒有啦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樣嗎 八年都沒再調了 對 對 因為妳已經緊繃了 對 對 黃蕭新當畫屏價碼高 剛才熱鬧中藝人 黃蕭新說他有一次跟張特帆 一起去上節目 然後他沒怎麼玩 然後他後來檢查那一集 他的畫面還是比你們都多 真的啊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製作人根本就色配啊 而且他從畫面都是修復的道斜 他先走開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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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妳講... 但畫屏還那麼對 真的 好啦 妳再記1秒告訴我們啊 請問 妳覺得對方給得錯啊 就畫屏這樣 然後妳就真的那一集 就做畫屏的嗎 其實妳會努力這樣 妳想超越嘛 但是如果妳沒有 妳至少有做到那個標準 妳就比較不會被講話 可是對面有一個人是... 他就是擺明了當花瓶 然後他覺得花瓶就這麼貴的 也有 我媽 我媽就是我 為什麼 發大了 我哪是畫屏啊 因為黃蕭新說 黃蕭新說他有一次跟張克帆 一起去上節目 然後還有小鐘對不對 等一下小鐘哥好像... 還有小優 然後他說張克帆跟小優 很用心的玩遊戲 然後她沒怎麼玩 然後她後來檢查那一集 她的畫面還是比你們都多 真的啊 因為那個製作人根本就色胚啊 對 而且她的畫面都是胸部的特寫 才是賣點 小優...不是... 小優整個人還模仿那個 怎麼金曲獎跳的跟... 我模仿葛仲山 對啊 那一天我們一起出外景 我告訴妳 那開門全部剪掉 剪掉 真的啊 外景的剪掉 可是... 那一集妳是不是有被張克帆教訓 我那一集... 對 我那一集真的被克帆哥教訓 因為其實那一天我的狀況 不是很好揚 因為那時候我牙齒才剛去用 所以我很多東西我不能咬 就是我吃東西 我不能咬太大力 也不能怎麼樣 也要講話也會很擔心 就是牙齒可能還沒好這樣 那為什麼要接通告 因為那是之前她就很早間就敲啦 然後那時候很臨時的去弄這個 對 然後好 所以她剛剛那段話 已經惹到你們了對不對 對啊 不能這樣講啊 因為這也是他們就說 OK 好 那妳今天沒關係 先淘汰... 先淘汰... 妳講... 當花瓶還那麼貴 然後她... 然後她那天就跟我講說 那沒關係 那妳今天就是 因為玩遊戲 那妳可能就是穿得比較... 就是性感一點 我就OK 好 那我就穿性感一點 然後穿得性感一點之後 就變成說很多遊戲 就可能我們要去懲罰嘛 就變成說那就我懲罰 就懲罰我 反正重點就是 後面克帆哥那天他也教訓我了 他說妳今天怎麼都沒什麼講話 他有因為腳本是臨時設計出來的 他就不做那件事嗎 這是因為像瑤瑤她是比較有原則的 因為比如說我們去那個外勤 有時候突然有變動 然後製作單位說 那可能等一下要玩那個遊樂設施 其實是一開始沒有講好的 然後瑤瑤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玩 然後她可能就會... 她還是玩 可是她當下會有一點 就是情緒的問題 然後克帆哥就有跟她講說 難道你以為今天來這邊 就是漂漂亮亮的嗎 然後可能瑤瑤就說 對啊 她說對啊 說沒有 她知道她給語的東西是 她這個對啊是開玩笑的 但是在那一段是懲罰 因為我們要比賽一個 然後呢 故意還就是 設定是設定 小優贏 是比誰的服裝 然後在價錢內穿得好看 然後瑤瑤就覺得 她既然服裝品味會輸給小優 她就有點不爽 然後呢 她就不願意被懲罰 那個懲罰是什麼 是那種天旋地轉那種 超可怕 我不誇張 我玩完以後 我大概暈到第三天 我還在暈 真的 那個製作人 是有一點厚齒薄筆 因為為什麼 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一個關卡很重要 是要玩鬼屋 整個鬼屋沒有在拍到鬼啊 都在拍她啊 然後小優她們也有在... 小優她們也有玩鬼屋 然後小優就是鬼的啊 小優才是... 不是 小優那一段是鬼的鏡頭 比小優多喔 就很... 我覺得聽起來很合理啊 她們就拍到她妳以為是鬼 然後我是有一點生... 我是一開始我有點生那個... 瑤瑤的氣 我說... 那妳不然我都要去死囉 我想說天旋地轉這種 我們都很怕喔 因為還有下一個 所以她就...第二個她就咬著牙 她上第二個懲罰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請教十二位的第一個事情 我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我在康熙其實很少用 電視行業本身用的術語 大家常用到通告兩個字 其實是電視製作單位自己用的術語 通告的意思應該就會指上節目吧 對... 所以上節目不管上遊戲的或者談話 都叫做通告 對... 紅內跟戶外的就不一樣 價錢不一樣 價錢會有差 所以會根據你們為了上這個節目 所耗費的時間來調整 譬如說我們上兩個小時的節目 跟上一個小時的節目 價錢又有差 對 還要一個半 都有差 你... 你聽那麼差我... 你... 你... 一個小時節目發你的時候 快氣死 恨不得他們節目是跨你的節目 對啊 不要這樣 沒那麼多好不好 這個節目我都沒有賬耶 跟以前的節目是一樣的費用耶 因為你已經緊繃了啊 對... 還好啊 因為桃姐 妳錄一次 Eason等一下出去換六套衣服 錄六次 對啊 你不能這樣講... 你不能這樣講 他剛出道 我出道30年了 這個40年了耶 為什麼 連晚輩都知道一些價碼 因為Eason說 你好像知道韋如的價錢 是可以請三個比他年輕很多的妹 是不是 對 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嚇一跳 所以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 因為他...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他們都知道 他的經紀人跟我的經紀人 他們都會在後台的時候聊 對 然後他們都會... 其實他們都會比較說 那個誰...怎麼樣 Eason跟我有一個... 就是私下的朋友 幕後的滿多的 對 常常我們區區都是跟一些 製作人跟經紀人在一起 然後他幾乎... 他幾乎手上 他所有藝人的價錢 他都知道 基本上 所以我們兩個 其實我們在參考節目的時候 通常是有一點點 幕後的一些色彩在裡面 對比於剛剛王彩花所說 他出道30年這件事情 意思就是說 本來出道最久 錢就應該更高啊 對啊... 合理 所以你不能夠用他... 你不能說他是老妹 他就不能夠拿小妹的價錢 對啊... 對... 看起來很年輕 而且我不到30耶 這就是鮮牛子 對... 因為他如果老到極端 就像秀慧照 那就是... 可是... 老到極端 什麼... 說什麼 我說老到緊繃的話 其實價錢就可以忘記到 你也老到緊繃啊 這樣嘛 好啦... 改天再發交來阿嬤 坐那裡你們兩個就開始了 交來阿嬤 交來阿嬤 真的耶 好... 所以韋汝妳是... 因為妳也很少上節目 所以妳也是在開一個 高興的價格對不對 我沒有開高 我開的都是合情合理耶 對啊 然後我接通告我的目的 就是想說可以放空 我今天... 妳說出來我聽聽看合不合理 所以接通告是為了放空 因為我經紀人就說你來誰 妳是在林修嗎 我經紀人就說你來這一集 我就說有誰 他就想NO哥 小鐘哥 我想那放心了 因為我一定很早就被淘汰 就說妳可以去旁邊放空 我想說輕鬆轉嗎 不能被淘汰啦 不行耶 所以他接著是被淘汰耶 這什麼心態嘛 對不對 送給他通告會還比班傑跟Eason幹 沒有啦 沒有啦 不可能... 那你們... 請問各位明星自己有算過說 同樣是參加一個節目的酬勞 對比於演藝集戲的酬勞 哪一個比較划算嗎 對你們投入的時間跟... 當然是通告 拍戲要拍很熟啊 而且... 可是有人就會願意為了演戲 而不來... 對啊 那要很多機會找個 因為通常拍戲的演員 比方說八年朗的 他們就如果上綜藝節目 他們會很緊張的 因為他們會有壓力 覺得說自己沒有辦法 做到很好的表現 那...所以他們會否在這個 演戲這一塊 但是如果綜藝節目的話呢 他們就一直上啊 反正你看 怎麼看其實都是這些人 因為他們很容易進入狀況 還很會搞笑 觀眾喜歡看 所以常常都會去演電影或幹嘛的 這些人去演的電影 都是會破譯 你有演過電影嗎 沒有 假的... 有啦 有...很厲害了 我們在那裡有拍過 對 而且真的... 沒有演電影 拍了康康哥的 十萬火急 還沒過 我也有啊 年底何時 那部片會厲害喔 你怎麼會忘記自己有拍電影 因為還有之前啊 那個啊 也是朱元明導演啊 你演那個忍亡啊 對...憲哥的導演了對不對 你是不是也拍了這一次啊 他那個角色還是為他設計的 特別設計的 變肌肉是不是腦容量會... 東西 Eason平原超感謝 楊秀慧起到火冒三張 Eason給楊秀慧名次很差耶 想來聽聽看 犯說如王了 對... 因為他常常把妳跟... 搞混 妳很厲害喔 妳怎麼去哪兒 妳去哪兒 妳去哪兒 還沒上啊妳 妳... 妳在電視外表人嗎 妳他們的聲音很像妳知道嗎 對... 人家身材很好 對 前度號角然後一頭 然後... 然後... 這還好讓我 所以請問那像你這樣子 一直上節目存這個酬勞 然後拿去一大筆就花費 在拍MV上面 有像你這樣的人嗎 也是有啦 唐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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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從聖自己發展 大概唐從聖 所以你做音樂是想要讓別人 看到不一樣的你 還是你為了接尾牙 不是 完全是想要做... 像我那個歌 你聽... 完全是想要做尾牙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差點出口嘴 你看我最近PO的那個歌 其實根本就不是要來打歌的 或者是要去... 只是讓你知道說 可是我剛才在化妝間 聽到你在講說 你去唱婚禮唱得很爽 因為錢很多耶 對啊 那隔音很差 你知道嗎 隔壁都聽得到啊 對...那個是唱婚禮嘛 對 而且你這個實在補出來 應該搶春酒還是胃牙 一定是搶胃牙 春酒來化 放這一波 對啊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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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蛋蛋 你是蛋蛋 我被主持人也可以唱歌 崩潰了 崩潰... 你看 所以你是去年 你如果在音樂有夢想的 因為要被講得怎麼樣 可是你應該基本上 發一張啊 你怎麼可以去年的專輯 然後再拍一個MV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有錢 我想要那些歌 都是我自己很愛的 所以他假裝愛音樂 而且他其實就是為了拿歌的賺錢 也許他有夢想 可是賺錢你也不能輔認啊 如果你今天 你出的這張專輯 是捐給慈善團體 我們一定會說 你好棒 你就是來做愛情的 你現在做愛情 我們沒有要講你好棒啊 你為什麼要逼我錢啊 他還單身 他要養家 而且重點是 他專輯還沒有賺錢 所以他不能捐給誰 他根本沒賺啊 我們都有捧場不是嗎 Poco Poco 好 所以演藝圈有大家 各式各樣的願望 靠著自己的工作來達成嘛 所以這個型態先不追究 那我們等於是處於一個 模糊的狀態 依據大家大概知道 對方的酬勞在什麼幅度之內 然後我們第一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抽象的問題 所謂的CP值呢 C是指耗費的成本 然後P是指你的表現 所以這兩個商對應就是說 花這麼多錢請你 結果你在節目裡面 表現卻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對應來說呢 CP值就沒有很高 然後我們用這個CP值 做一個判斷的話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來排行 那12個人互相評 另外11個人的表現 自己也在內 所以12個人整個排下來 你們覺得對方CP值是到哪裡 我現在先透露一些 你們已經為別人打的分數 小鐘呢 他把小優排在第五名 是滿高的名次 對 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新生代裡面 不客觀的排法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所謂CP值高 是本身他是便宜的 但是他可以做出 超過他這個價錢的 他不管是模仿啊 他模仿到MISS COO 或張亞晴 樣樣精通 樣樣精通 然後他... 其實玩遊戲又非常的認真 然後呢 小鐘把小禎排在後段班的第一個 也就是第六名喔 他說 常常... 不是 因為常常... 這個... 空氣有點冷 有... 我最喜歡看這種畫面 你解釋... 因為常常上節目的時候 這是之後待會兒喜歡發... 喜歡發他類似這樣子的主題 去聊這個... 喂 高哥是不是 你那個歌上節目 找我 我就跟小禎嗎 OK啦 繼續... 喂 直接換啦... 好快喔 沒有 因為大家也想要 聊整這一塊嘛 因為真的是 他的...他們的那種感情 他那個劇情 你現在眼神是在避開小禎嗎 我沒有... 尤其是他... 那個劇情是大家期待的 小禎 轉到你的左後方去 跟潘若迪對看一下好不好 你們是最好的朋友耶 我們是最好的發曲 圈內 圈外 可以算是送的 潘若迪跟他對看到了嗎 有看到啊 看到了喔 好 你想知道小鐘怎麼說你嗎 好緊張喔 小鐘把你放在 12個人裡面的第8名 然後第8還好 可是評語你要聽一下喔 他說 沒有 敢講喔 你怎麼會這樣想不到朋友 你怎麼會這樣子啊 不是為什麼你每個都練啊 這要挑著練啊 小鐘 我們怎麼解禮的 我跟你是兄弟 你說我有肇育症 你讓他在我課堂裡面亂弄 我都沒講你 沒有... 重點不是肇育症 是老兵 他說你搂 我跟你講 因為我常跟他出國幹嘛的 他會要求你棉被 要折得像豆腐肝一樣 他真的就是像班長一樣 你為什麼要要求別人折棉被 我沒有要求他要折棉被 好不好 沒有嗎 我只是弄我自己的而已啊 而且最主要是我們去 沒有去運動 沒有去幹嘛的話 我們好像犯了那個滔天大事 就生氣 對 他脾氣就會上來 對 所以有很嚴格的士官長 不會啊 潘老師對我們都很好耶 你看 他對女生跟男生的不一樣 你現在就是會被我們攻擊 你現在就是會被我們攻擊 小鐘 你有... 你要跟張克帆對看一下嗎 你今天是到底要得最幾個人耶 克帆他可以接受啦 我是寫得很真的啦 真的啦 我寫得很... 張克帆 你名賽還不錯 你比潘若迪高一名 你是第七 對 然後呢 可是要聽一下評語嗎 好 你說... 張克帆 怎麼眨眼睛啊 已經幾乎脫離演藝圈了 你怎麼不去死啊 沒有 前面你要練一下啊 你是不是寫... 馬國賢 你寫錯了 有前面嗎 有前面嗎 沒有 我說因為... 有前面 我說因為克帆哥呢 最近比較常常在打高爾夫球 他高爾夫球的時間 已經好像比這個演藝圈的時間多 對 他甚至已經要去考 高爾夫球的那個教練了 所以我就說 好 我只在講一個小鐘寫 我就不講他寫邊了 小鐘寫他自己 然後小鐘就把他自己排在第二 對 你把牌的自信啊 真的耶 他說 因為我的地位跟大家已經不一樣 起跑點已經不一樣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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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啊 三天啊 你有起來過嗎 你有可能過嗎 沒有啦 這是比較謙虛的事情 謙虛 謙虛 所以排第二嘛 對不對 張克帆 妳要跟小禎對看一下嗎 好 小禎 有啊 我寫了... 我跟他還要主持跨年耶 等一下 你忘了這些什麼 糟了... 張克帆把小禎排在第八 名次還不錯 不是最後 可是他只寫了一句話 他說最近給人家一種懶的感覺 以前比較活力 對啊 這沒有什麼壞話啦 我覺得是你脫離演藝圈很久 他今天過晚上十點 精神都很好 你太久沒跟我聯絡 我現在十點都睡覺了 小禎只是... 小禎只是稍微風雲一點 他沒有懶啊 他一點都不懶 他是我班上拿全勤獎的人 他是每團課都到了 你在潘若迪的班上啊 對啊 所以我才知道他用R&B在抱怨 真的 真的 所以妳那個上他的課有幫助嗎 有幫助啊... OK 新陳代謝變好 對 非常好 所以妳有覺得自己懶洋洋嗎 沒有啊 我覺得最近精神很好 他很有活力耶 而且跟小禎姐上節目 他就是都會... 比如說有時候會攻擊或什麼 然後就會很熱鬧 他不會一直搶話 可是話是很有重的感覺 對 馬上很犀利 可以剪破口的那一種 跟楊秀慧對看一下 張克帆對楊秀慧的評價是 一切都很好 除了不時尚 這實話吧... 走秀一下畫 你看看 不然你是在畫時尚 你們做了 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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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會看人家穿襯子 穿襯子 你跟你的穿戴 襯子 襯子 襯衫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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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他們哪裡不時尚 哪裡不時尚 你說說 就被一個路人帶去襯衫店 所以襯子是日 襯子是日 OK Eason還滿敢寫的嘛 這麼早要念我的喔 Eason應該寫我吧 Eason 我們不是在聊這件事 你為什麼聊別人的外型啊 對嗎 有嗎 外型 外型我還好 因為外型...如果女生的話 外型也要考入到系列裡面 怎樣... 怎樣嗎 Eason 小優長妳喔 因為我覺得因為她跟我熟 你不要這樣 Eason 你不是偷偷喜歡我嗎 誰喜歡你啊 你想太多 Eason Eason把妳排在... 最後 第十個 他說 我講得也是事實啊 後到是代財 後到是代財 你的下巴是真的嗎 真的 誰會做成這樣啊 真的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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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on... Eason給楊秀慧名次很差耶 不可能吧 講來聽聽看 淡說無謊耶 對... 妳說... 是不是他知道妳 記不得他的臉 他在報復妳啊 這個你先說我在斷電 第一個呢 秀慧 他把妳排在第八名 第八 很好版 然後接下來他說 他常常把妳跟BB姐搞混 你是BB姐嗎 你敢去碰他嗎 你去碰他嗎 你去碰他嗎 白內障啊 你... 你這電視會跳了嗎 你們的聲音很像你知道嗎 那也就是蕭蜜珠之類的 換紗浪 不要... 講出BB姐真的很... 對啊 他如果說我跟碰碰像 我還能接受 碰碰姐跟我就比較像 然後他說... 他說妳就是一個 很會嗆人的阿姨而已 阿伯 你敢去碰 人家BB姐身材很好喔 對 前凸後翹 然後一頭 然後... 是還好啦 好可怕 潘若迪說他自己 在他的專業領域之內 無人能敵 真的嗎 對 然後呢 他說韋汝呢 如果是在小氣大財神裡面 那個韋汝的話 名次會比較高 可是現在就是一個 漂亮的媽媽而已 很中肯啊 不是 因為韋汝他有一個斷層 你知道嗎 他有一段時間他沒有出來 就演藝圈劇啊 你不能不出來 讓人家看一下 那其實韋汝從以前的 跟現在這完全是兩碼的 以前是好活潑的一個...一個人 可是現在就看 當了媽媽之後就... 比較穩重啊 對 就穩重 不一樣 經歷了一些事情當然 對 如果他在那個之前 他衣服又穿得好 又像像以前那樣的活潑 我跟你講 就不會有搖癢 又是我 是 真的喔 NONO... NONO給了小禎的名次還不錯 在中間 然後呢 他說小禎 你來唸 你為什麼在唸 你真的有危險嗎 小禎... 還好啦 好 NONO說小禎本來是有 模特兒的優勢 可是最近因為身材發福 所以名次下滑 他本來有模特兒的優勢嗎 他有 他以前好像... 他以為結婚的時候很正 小禎真的 而且他這個走台步都走得很好 而且他高度很高 而且我覺得他有得到瓜哥的真傳 他其實反應的效果都很好 在座身材不會輸瑤瑤的 OK 不會說在座身的 他不會輸瓜哥耶 OK 不好意思喔 你這段已經解說了 你不能... 我的領域上面發言 然後NONO覺得班傑... 班傑雖然帥 可是他的邏輯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對 就是真的 可惜 對 班傑所給的 班傑 你有稱讚小優的身材耶 對 邏輯一樣啊 對啊 小優他... 對啊 他比例好啊 他說你屁股很漂亮 屁股很漂亮 屁股超漂亮 屁股超漂亮 對 對 對 他的屁股超級翹 你有看過嗎 不是 外國人都比較喜歡 常常我們在錄影有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這樣子走 我就覺得那個是誰 屁股超漂亮 他就是說你只有背面才OK啦 OK 反正我屁股OK啊 但在這個12個排行榜當中呢 排在11跟12這兩個人 他們等一下要接受到對待 就是要坐到我們的地板上面 這裡喔 真的有場耶 所以因為我們還是很尊重 各位的價值 所以不要把你們趕出場去 可是又不能跟大家 坐在同樣的高度 所以就要坐得低一點 可是我情願出場耶 會不會 真的耶 楊兄 你不會在11跟12的啦 可是年輕人想想快快的 不會 放心 OK啦 我們可以先換個高跟鞋嗎 好 我們讓秀慧姐放心 來 第五名 好 我們先看一下第五名 請看